早上好 蛋蛋 我们在吃蛋蛋 这个蛋 野餐蛋它带有一个 有味道的东西 然后蛋蛋就很 激动的在把它们倒出来 这是我们昨天在超市买的一些 好吃的 因为我们发现这个酒店居然没有含早餐 要收我们一个人 18块钱 这也太贵了 昨天我们就在超市买一点 鸡蛋面包水果 喝蛋糕之类的 因为酒店还好 它是有给咖啡的 然后昨天 朋友送了我一瓶嘎鸭酱 这就是 心心念念的新加坡的嘎鸭酱 我的天我曾经在日内瓦各种群里面问 哪里可以买到这个嘎鸭酱 好了我要开始吃我面包了 好香 我不要 我不要 你不要啊 尝一尝也不要买 什么东西都要尝一尝 我们到巴州动物园了 现在如果大家有这个票的话 就可以打折 动物园的票 那这个票是我们酒店给我们的 所以你们订住宿的话 应该都会有这个票给你 那现在我就去买票了 所以我们打折完了一个人 只要11块钱 好划算啊 完了 小孩去看那个爆米花了 终于来到一个像样一点的动物园了 这个是变色龙 我们先去看动物 然后再来玩什么 好可爱的 好可爱的猫 这动物园不错 感觉跟新加坡动物园有的一比 就都是这种非常开放的 我觉得蛋蛋的笑声跟河马一样模型 好可爱 漂亮漂亮漂亮 拿出那个扫二维马的扫一 二维马 为什么这里的动物园 全部都有这种游乐场的 到底是要看动物 还是要陪他们玩 ok 在吃什么 好活泼猴子 好可爱 对啊 毛糊糊的 他拿着个芹菜 他来欧洲要吃欧洲的菜 你看 新加坡的猴子都是吃木瓜 动物园占地面积挺大 但是动物都不是很集中 可以浪费位置 现在又走到一个广场一样的地方 有点卖吃的喝的 厉害 爬绳子 刀子 珍珠鸡好毛 我看起来 看起来好圆 他已经很不开心了 他们在水上干嘛 你看他 他在吃浮游生物 但是你看他嘴巴真的是好粉红 什么色号 这是YSL52号 大象你在找什么 大象是不是很慢走的 你看 你看他的耳朵 好圆 我的天哪你看 猎狗吃的那个骨头 真的好圆生态 好漂亮哦 好像不动一样 哎哟清新好可爱 喜欢长鸡鹿吧 喜欢 最喜欢的就是长鸡鹿 哇 这是什么 这是摆的姿势吗 不累吗 不知道他想干嘛 等等看犀牛 天哪 犀牛这么大一只 我第一只就是犀牛 你以为是三个多久 是犀牛 好可爱 看到鸡鹅了 好吗 好吗 摸到摸到 天哪是不是像你妈妈肚子 摸到摸到 别摸她肚子 这是妈妈你要摸火车吗 好的 他给你拍照片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